所以唐凤到了美国突然之间就升官了 就被美国人给了这个头衔 这个头衔是唐凤你唬烂的吗 还是我们台湾外交部交出去的呢 然后你看到就是因为这张图 那这张图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等等都是红色 那我们台湾是绿色 绿色民进党的颜色 当然他说这张图是用一个南非非政府组织的图 按照各国的公民权开放的程度来涂色 所以这就是唐凤简报当中的图 那么把台湾跟中国大陆标示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他的后续发言讲着讲着讲着 嘣一下唐凤就不见了 只剩下声音跟字卡 怎么搞的没有切到 画面有问题技术有问题 是吗是吗 我们来看看路透的报道 都讲说台湾的报道 可能这个有一些政治的一些目的等等 你看看外媒 民进党也喜欢拿外媒来宣传 那你看到路透社 路透社得到的消息是什么 唐凤秀出来的地图在美国官员中引起了骚动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愤怒的联系国务院 根据了解华府甚至为此向台湾提出了抗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生气 因为这张投影片没有出现在峰会的文稿试行版 也就是说韩兵讲的对 之前叫你搭rehearsal一遍 你那时候不是这样子 你为什么突然改呢 你不诚实 白宫他们窒息了 有窒息的感觉 怎样 被台湾骗了 你这小弟 美国把台湾当小弟 小弟竟然敢耍老大 是不是 小牛议员是这样子 当然事后我们看到双方 双方瞧出一个说法 叫做画面被咔 叫做无心之过 但我相信路透的报道 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目前很多外媒都在讲 这个事情在当地闹得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我们民进党政府 应该立刻启动NCC调查 然后让台湾人再也看不到路透新闻 因为他们是中共恐怖人 这搞什么东西啊 其实路透社的报道 不是中国时报 也不是联合报 不是这些 那你还要否认什么呢 这一定有问题 大家都没事 就你有事 这张没有踩到政治红线 什么才是踩政治红线 所以当然是有问题 那你更好笑的是 唐凤代表什么 是因为我们国家 有所谓的IT大臣 虽然是黑官或怎么样 但表示说我们的资讯能力非常好 然后我们在民主峰会上 要表达这件事情 对民主的贡献 结果又是资讯又是民主 结果你呈现出来的 既没有资讯水准 也没有民主水准 你在干什么东西啊 大家都没事 为什么你的画面被咔掉了 你这种这样子的资讯水平 你以后要怎么样去打舆论战 怎么样打宣传战呢 然后而且民主峰会 民主峰会本来就是这样啊 人家不管说这个公民团体 提出来的这个自由程度 我是觉得蛮耐人寻贵的地方是 我觉得台湾民生都会在想 因为长期来大家相信外交部嘛 美国跟我们有多好多好 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非常挺台湾有没有 这个不惜一切啊 我们看到美国的议员等等 包括欧洲的议会等等 也不过是个地图而已 对嘛我就讲嘛 也不过颜色不一样而已 怎么会闹到这么大呢 对啊如果他真的是民主峰会的精神 那当然就应该放给大家看啊 因为他讲的是个事实啊 我们先不管他的评鉴水准怎么样 因为他在这个评鉴里面 我刚才特别上一下他的网站 真的很夸张啊 因为我们比南韩跟日本更加自由 然后南韩跟日本的水平 大概跟外蒙古一样 这个跟一般人的认知 大概是有落差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评鉴标准 但不管怎么样 好你喜欢引用那就引用啊 既然是民主峰会 当然是各书几制 开大门走大陆嘛 那你为什么要卡掉大家的画面 所以你觉得民进党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的意思说 他是不是收到民主峰会 你知道整个乐极 真的乐极生悲嘛 搞得这样这么难堪 你本来是想大内宣的 在这个公投之前 再冲一波有没有 就搞到自己灰头土脸 民进党是误会了什么 误会了美国爸爸吗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 像有消息的人是透露 这当然还要查证 而且一定服怨高层一定否认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是 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那你不是被打脸打爆了 而且外在呈现出来 你也是被打脸打爆啊 因为我们所谓的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我们所谓的他一定会听我们 一定会怎么样 我们是民主峰会 民主阵营 到了最后就不抵美国的一中政策 因为踩到红线画面就不见了嘛 一切都是那么正好 然后当然还留个薄面给你说 都是无心之过 真厉害 一百多国的民主峰会 就你出问题 就你刚好是无心之过 这种话术你相信吗 好 我要回应一下这个网友 有网友说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网品这个QR Code 点进去跟我们刚刚讲的不太一样 没有错 因为它有好几款 我们也没有时间 每一款都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两款 一个是6999元 一个是3000多元 3999 6888跟3999 那这两款呢 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人数比较多 一个这个小家庭可以用 所以大家选 但是里面当然它的这个款项 有很多种 所以大家这个按照自己的 这个希望去选好不好 那都会有这个 一百块钱的这个优惠 那很多很多的网友 都对唐凤这一题呢 非常非常的激动 都觉得怎么会丢脸 丢到这种程度 全部都在狂刷加一 是不是 本来是个好新闻 就搞到这样 喜剧变成悲剧收场 人家美国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舞台 让你在国际露露脸 结果丢脸丢到 连美国都火大 所以这个介大使 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是要追啊 我有强迫症 那个国家声明到底在哪里 你之前因为这不一直讲 大家都超期待啊 尤其是你在公投前 搞这个国家声明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政治目的 很清楚吗 我们再看 到底民进党的胆量在哪里 底气在哪里 蔡英文你真的要宣布独立了吗 是不是 而且是在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场子 美国整个战队 战到台独的这个队伍了吗 所以外交部之前讲国家声明 台湾人真的眼睛 真的很大 那到现在为止呢 请问你的国家声明 到底在哪里 只看到 国防部又在贩卖这个恐惧材 因应2025年 中共会全面犯台的报告 告诉大家 已经有眼转战 本来是演讯 现在实际要怎样 开战的边缘 解放军的强项弱项 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不用怕 然后解放军各舰队会怎样 会到西太平洋 然后拒绝外军介入 到时候会对台湾形成一个战略包围 然后就降低各国支援台湾的意愿 完蛋了 所以美国 日本看到这个态势 都不想惹这个麻烦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外交部长吴钊燮告诉我们 如果发生冲突 台湾绝对会自我全力防卫 不会依赖其他国家为台湾而战 翻成白话文就说 我们台湾只能靠自己 只能靠自己 你不会依赖其他国家 因为其他国家也不想 也不想介入 有没有 降低各国的对台意愿等等 另外郭正亮也告诉大家 不只在军事上的威胁 在外交上 他认为台湾的邦交国 现在虽然只有14个 但是未来只有教廷 帛琉跟马绍尔 因为特殊条件保得住 美国如果要对我们的其他友邦 放手的话 都保不住 那么就看中国大陆 要或是不要而已 来 介大使 对 这个吴钊燮 从我们跟那个尼加拉嘎断交以后 大家发现他神隐很久 都没有出现 对耶 对 所以这个话不要 他什么时候讲的 我真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协询 失踪的外交部长 那吴钊燮先生 还有想协询一下段宜康 对不对 对 都神隐了 对 神隐了 那不过这个 先讲这个国家声明 我跟你讲 连拜登去参加 他这个次会议的主席 他都没有讲国家声明 也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去与会的国家 说他有国家声明 所以这个国家声明 就是民进党自己编的一个名称 那说起来你要挂羊头卖走肉 你讲的东西跟国家声明有什么 你就是怎么样 就是取一个名字 把你跟内容不符的东西放在一起 做什么 做内宣 那你干脆叫世界宣言算了 全球宣言 宇宙宣言 不更伟大吗 所以就是自己在乱搞 那这一次这个唐凤被拉黑 就是说你明明你还在荧幕上 突然被拉黑 就不见 这个我自己的经验 我看了这么多年 我认为是我们在外交上 大概是最大的挫败跟羞辱之一 这是最大的挫败跟羞辱之一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美国人发觉你不诚信 你玩小动作 我认为照这个报道 路透社报你是玩小动作 你把美国占了美国人的便宜 美国今天这个场子 所以它前面都有所谓的四行温高板 你都有事先演练 都要讲清楚 你要讲什么 一切要under control 一定要under control 就是一定要这个掌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唐凤是不是误会什么 民进党是不是误会什么 在他们的心里面 还是说他们对外交事物不熟悉 我不过只是一张图而已 我什么都没讲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我们民进党本来就绿的了 是不是这样 民进党有天天到这种程度吗 我觉得他们在台湾太得意了 天天玩小手段 说谎 然后前后不一 耍别人 这个你在台湾玩一玩还可以 你跑去耍美国人 你去拿美国人开玩笑 美国人说实话 唐凤今天两天 两天的会 他没有跟一个任何美国的官员 他没有跟这些重要的官员同台 根本就不在一个场子里面 10 m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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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mam 10 mam 1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